好,同學,接下來我們要介紹折射的最重要的應用就是關於透鏡 各位,你的戴眼鏡就是一種什麼? 透鏡,對不對? 那為什麼要戴眼鏡呢? 因為我們眼睛的視覺就是有需要,因為我們都近視,很多都近視 那我們就先來介紹一下透鏡的原因 透鏡什麼做的呢? 透鏡通常都是用玻璃或什麼呢? 塑膠 塑膠,對不對? 像手機的鏡頭就是塑膠的 很厲害,對不對? 但是它能夠幫我們拍到很清楚的照片,對不對? 那它的原理就是什麼呢? 光的什麼色? 折射 因為能夠透進去才能夠折射,對不對? 如果不能透進去就叫什麼色? 反射,對不對? 像那個戒面後面塗水也就只能反射,不能夠折射,對不對? 好,那我們折射透鏡的話有兩種 一種叫什麼透鏡? 凸不凸的叫做凸透鏡,對不對? 好,凸透鏡 那凸透鏡的原理是什麼? 是凸凸就叫凸透鏡嗎? 好,它其實是這樣看的喔 它是你的中央比兩側還要怎麼樣? 還要厚,就算是中央比兩側厚 中央比兩側還要厚 好,我們就叫做凸透鏡 那凸透鏡又可以分成三種喔 可分成三種 好 OK 那個有哪三種呢? 我們來畫一下 第一種呢 第一種叫做前面凸,後面也怎麼樣? 後面也凸 這叫什麼透鏡呢? 這叫做雙凸透鏡 雙凸 好,前面凸後面,這是我們最常用的喔 好,各位那種放大鏡就是屬這個 好,第二種呢,怎麼樣? 前面凸,後面是平的 好,前面平後面是凸的 這個呢,也叫做什麼? 這也是屬於凸透鏡 這叫什麼透鏡呢? 這叫做平凸 一邊平一邊凸 平凸透鏡 好 那不管它有沒有符合它的原則 中間比較怎麼樣? 中間比較厚,兩邊比較怎麼樣? 好,只要中間比較厚,兩邊比較好 就叫做凸透鏡 第三種透鏡叫什麼呢? 第三種透鏡是這樣子喔 好,前面凸 後面怎麼樣? 後面是凹的 好,這種呢,有凸也有凹,叫什麼透鏡呢? 叫做凹凸透鏡 欸,那請問 凹凸透鏡是凹還是凸? 好 好 又凸又凸又凹,凸凸透鏡 同學 凹凸透鏡呢,是什麼透鏡? 是一種凸透鏡 好 好 等透鏡就叫做凸透鏡 欸,那你知道這種透鏡用在什麼地方嗎? 你的眼鏡 你的眼鏡就長這樣對不對? 那個,當然不是我們眼鏡 因為我們是近視眼 那如果是遠視眼,你就長這樣 因為這個重心在前面 如果破掉的話 才不會刺到眼鏡 所以我們眼鏡大概都做成類似這樣的形狀 講的比方說老花眼鏡 好 所以呢,這三種都叫做什麼透鏡呢? 都是凸透鏡喔 好,可以嗎? 好 好,那凸透鏡有什麼功能呢? 它可以讓光怎麼樣? 聚光 它有聚光的效果 好 它能夠聚光 能夠聚光 所以它會被叫做什麼透鏡呢? 叫做匯聚透鏡 所以它可以讓光能交匯 我們把它叫做匯聚透鏡 好 好 那這個應用呢 我們之後會介紹它的原因 比方說 做什麼呢? 老花眼鏡 或是放大鏡 那個 你的爺爺奶奶都要看這個字 通常都要拿一個放大鏡 好 不拿遠 不然就是要拿很大的放大鏡 它可以用完做什麼 我們用那個作為放大鏡 或是老花眼鏡 或是有的人 有什麼呢? 有那個遠視知道嗎? 遠視的話 你要帶東西 遠視 好 那我們之後會介紹它的那個 介紹它的那個 遠視的人 好 閃光不一樣 閃光是因為你的角膜 有奧度不平的 對 它不一樣的這個沒有關係 對 跟度數沒有關係 對 可以代表 但是它不是 它不是跟那個 它不直接跟度數 對 對 好 因為 你說那個 閃光 閃光是因為你的角膜 不平整 你知道嗎? 就是你可能有邊凸 有邊凹 所以那個眼鏡要特製 對 近視就戴凹手機 那我們之後會介紹 對 對 眼鏡 好 沒有啦 近視 因為有的人都又有 又有閃光 又有近視的問題 是同時 所以才要戴那個塑型片 那是塑型片 那是塑型片 塑型片 通常是對閃光 還有效果 那那個沒閃 我們後面再討論 因為這樣子效果太快 好 第二個要介紹的是什麼呢 凹透鏡 因為我們後面會介紹 那個眼球的 因為 比方說鏡是你的眼球過長 之類的 那個 之後再討論 那是蝦捷克 好 好 第二種 我們來介紹的是 凹透鏡 凹透鏡呢 來 它的中央比兩側還要怎麼樣 比較薄 對不對 中央比兩側 好 那它的功能是什麼呢 它的功能剛好跟凸透鏡相反的處 什麼呢 能夠散光 好 那也是一樣可以分成三種 第一種叫什麼透鏡呢 雙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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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凹怎麼畫呢 就是前面凹 後面也什麼 一凹 兩邊都是凹的 雙凹透鏡 這叫雙凹 第二種叫什麼凹 平凹 平凹 應該要怎麼畫呢 一邊是凹的 一邊是什麼呢 一邊是凹的 那種凹 凹透鏡 好 第三種叫什麼凹 剛剛是凹 現在什麼呢 凹凹透鏡 凹凹就是凹還是凹呢 它其實是凹透鏡 只不過它是凹的凹透鏡 好 那要怎麼表示呢 我們現在同學戴的近視眼鏡就是屬於 大部分都屬於 撲凹透鏡 可是 看起來像凹的 但是它中間比較怎麼樣 中間比較薄 兩側比較什麼 比較厚 所以這種叫做 撲凹透鏡 畫的就把這樣 好 大概就像這樣子 好 這種叫做 撲凹透鏡 撲凹透鏡 好 它是一種凹透鏡 所以它也是 那同學 你有沒有發現呢 你可以拿自己眼鏡下來 好 如果老師把這個眼鏡拿下來 你會發現 那個 變小了對不對 你會發現 欸 這個東西變什麼呢 變小了對不對 你們把眼鏡拿下來 你會覺得 有沒有覺得 這個字變小了 沒有 對 那它看到的世界就是一種 縮小 正力縮小的成像 許想 因為正力都是什麼 許想 沒錯 所以 這是屬於這個 凹透鏡的部分 示範 謝謝 我幫這個 解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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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